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跟加拿大的Secret Location這家公司合作 它是第一屆VR的愛美獎的得主 那我們希望把這樣沉浸體驗的作品 然後讓台灣的觀眾都能看到 那觀眾就可以走到一個虛擬的世界裡面去 可以享受這些故事的體驗 這個在加拿大它是一個以空間軸為主 它是一個大概200多坪的空間 然後有5個場地 觀眾會到一個一個不一樣的場地 那在台灣在華山這一塊魔術方塊裡面 我們換成是時間軸的做法 它會在同一個空間經過時間的轉動 會去愛麗絲夢遊仙境這不同的場景裡面去漫遊 在展覽裡面它有非常多的互動 人可以站在森林裡面也可以站在茶工廠裡面 茶工廠裡面有一個非常大的齒輪 觀眾可以去轉動它就可以造成互動 這個雖然跟我想像的不太一樣 我以為是像一般劇場那種 結果它是比較類似互動式的一些 一些影片還是一些投影的效果 那小朋友都還蠻喜歡的 很多小朋友到裡面跑來跑去 那我們覺得還挺不錯的 下次還有可能還會再老 就是步步都很像洗澡那個 我們覺得還蠻喜歡的 因為那個特效比較明顯 而且感到它的觸 就是反應比較直接 這個展很特別 可以跟那個小朋友一起互動啊 而且很漂亮 它很喜歡那個很漂亮 我喜歡這個 你也喜歡這個 小朋友玩得很開心 你看跑到我都很冷了 他們都跑到流汗了 你會不會吃的 最好傻地拍攝 你會不會看 你只好會走 對你會不會吃的 對你會不會吃大方 你會不會吃大方 但是你們會不會吃大方 你會不會吃大方 你會不會吃大 Students